我们拿的这辆是运动版 细节我就不说了 你看看这大灯 你看看这优泥家族的 无边界的中网格山 你再看看这个突出的前唇 来到侧面 你看看这19寸轮毂 你看看整个侧面的修长的线条 你再看看这个溜背的造型 电动控制的尾翼 贯穿式的尾灯 还有双边共四出的排气管 现在煞动机正在怠速运转 这是它真实的声音 你听听 当然了这是运动版 普通版是双边共两出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了 所以对于这辆车 无论是相比它的价位来说 还是相比于它的定位来说 它的颜值真的是拉满了 甚至是拉爆了 它的样子 我太喜欢了 那么来到车内呢 它的惊喜程度就不像外观了 能看出都是UNI家族的设计风格 错落式的衣榜盘 扁平的方向盘 还有我们熟悉的中控台等等的 不过它的质地还有用料还算不错 另外为了突出氛围 你看翻皮式的座椅 并且加入了橙色的安全带 橙色的一些线条 橙色的缝线 还有这个Super Race按钮 也是橙色的 在这个车内也有一些运动的味道 来看看空间 我原以为 作为一辆比较低矮的轿车 它头部空间可能不充足 实际上我坐在这 还是不错的 车长4680 高适1430 轴距2750 整个前排空间完全没有问题 包括储物空间也没有问题 另外呢 这辆车的直扬板 是我第一次见到 向前收起的 还是挺有意思 不过 哪都挺好 就一点 它副驾 座椅竟然还是手动的 那么后背方面呢 有好有不好两个方面啊 空间 首先好的方面 虽然它是一个先背造型 但是头 我坐直了基本不顶 还不错啊 而不好方面呢 就是2750的轴距 轻着还不短 但是前排我坐好之后 腿并不太宽敞啊 不过好在脚能伸到底下 另外呢 就是后排的这个靠背 也稍微有点直 不过后来转天一想啊 这辆车面向的是年轻人 他们可能还没有成家立业呢 不会考虑拖家带口 所以后排应付一些短图 哪怕长图 其实也没有问题 所以想到这些 我也就觉得 后排整体表现 也可以接受了 如果你想买一个 以后排空间为主的 你肯定不会考虑它呀 对不对 既然是先背造型啊 那后背箱空间 肯定是它的一大优势 而且后排座椅 还可以放倒 进一步扩大后背箱空间 想想也是啊 年轻人可能不会拖家带口 但是他们玩的东西 肯定会很多 像什么滑雪板 像什么放倒之后 放个自行车 都没问题 你想也对啊 所以呢 说了这么多 都是静态的 而这辆车关键的动态 开起来怎么样 赶紧上路 这辆车的一个亮点 那台蓝晶的1.5T发动机 经过这个特调 最大功率138千瓦 最大扭矩 300牛米 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数字了 搭配的是7速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怎么说呢 在这个 Normal 也就是普通模式下 它的动力基本上 能够满足你日常的绝大多数使用需求了 初段 中段 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当你 切换到运动模式 更灵敏了 这辆车的动力是绝对不用怀疑的一点 就可以了 要的就是这种范儿 对吧 那么在山路上呢 我也试驾了一下 总的来说 在这个Super Race情况下 也没问题 也挺痛快 尤其是动力 只不过它的变速箱 就是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个急弯的话 你需要先刹车减速对吧 当你过弯弯要加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给油 它的动力的衔接结合并不是特别的痛快 并不是特别的快速 还是需要一个时间 这块你需要去拿捏 可能需要提前踩 会好一点 另外呢 就是双离合的一个通病了 当你在有斜面的这个坡度上 进行前进挡和倒挡切换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展示的动力中断 可能车子会有前后的滑动 也要多注意 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这辆车的动力 确实是它的一个不小的亮点 这声音 年轻人嘛 总是喜欢开的冲一些 所以拍视频的时候 目前它的价格还没有出来 未来的一切的一切 关键还要看它的定价 你们觉得这辆车定价多少合适呢 flaming灵灵灵灵灵灵灵 estás局 接受酷� 刚才线火属 且听得令 ainーテ车 盯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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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阵灵灵灵灵灵、侧之悦